另外,昨天有个消息出来了 刚好有观众问,我们一起谈 Yellow想问,有加蚊666 就是恒大物业 去年12月才上市 禁售期一圆 大股东,恒大333就减持 可以看回每股的配售价是9.8 比起昨天的收市价折扬了1.2 配售恒大物业2.7亿元股 套现超过26亿元 可以留意的消息文件看到 恒大的配售规模是可以加码的 最多可以套现大约45亿元 观众也问,怎样算好? 我们再问一下怎样算好? 怎样算好? 如果本身是12.6有货的 其实就应该不是抽IPO那时候的东西 之后追,这就很难搞的 我估计今天也有少少机会弹的 但不会弹很多 可能顶多都是10 如果有10.2亿元也很好的 希望 即是你博叫低,低开了之后 然后叫守住 现在就刚刚盘前那样盘盘的 但是通常都可以的 配股价和可能会穿穿的 如果有些机会先 希望就是可能去到近中午前 即是你起码有一个半钟左右 给它消化股价之后 希望可以好些 博就博博市大家偏好的情况之下 尾就有些人 即是叫做买一点点上去 那你就趁那个翻炭位走 但是因为12.5真的高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其实现在肯配股 就是因为觉得反正都高 比IPO价格 尤其是如果你还要是策略股东 和大股东的话 即是那个成本价 他们的想法会再 会再比IPO价格会再低一点 所以就真的不要理了 拿到前线 因为其实这个都是内房 都整体都需要 尤其是高杠杆 高杠杆的内房企业 都一定会有的 所以这个就没办法了 你如果十二个多 我建议你趁反弹走 会好些 就不要想把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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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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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